粉丝给我推荐了一套后翼核弹渐流的出装和名文 起初呢我一听这名字我就觉得有点不靠谱 但是我的这名粉丝他说了 如果这套出装不行 他就吃一个屎味的巧克力 我一听这话我瞬间来了幸福 我说能不能吃巧克力味的屎 他犹豫了一下毅然决然的答应 于是我就开始试出装 这一事不要紧真的把我吓了一跳 不信你们就往下看 当升到二级我就开始抢核心 对面的射手根本就吓得不敢出来 已经被我深深的折服 谁知道草丛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墨子 一炮把我轰晕 脑瓜把我击退 牛头把我顶飞 我的天哪 这是要干啥呀 在他们的轮番轰击之下 我没了 此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巧克力味的屎 他是吃定了 复活以后呢 我开始清理对面的野怪 谁知道对面想顾忌重尸 莫子又来到了下路 又一炮把我哄晕 这是要干啥呢 不过这一次我也没虚 瞄准对面的射手 几件先把他给砸了 接着莫子的脑瓜棒 愣是没打出来 被我秒掉 后面老牛这一次 他来晚了 被我打得释放出了闪蟹 跑了 恰巧此时我升四级 一个大招过去 多么完美而又精准的打击 锋芒毕露 一尾三三的尊严我是拿定了 蓝buff是我的 谁都留不住他 此时对面的中路和上路已经赶了过来 我依旧不慌 莫子开炮了 我在墙的这边疯狂的普通攻击 开启一技能五万箭齐发 老牛过来一下把我崩飞 我依旧不慌 又给我举了个高高 我的天哪 配合公本先把他拿下 公本武道他这就想溜 哪有这么容易 我们直接二连击破了 此时有小明的加持 我们还是满血 我的天哪 我无敌了 这一波 下路突然多了一只黑影 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是司马懿 大招一下就跑了过来 老牛同时也释放了大招 不过他没憋出来 而这边的白起根本来不及解说 就被我给赶了 我的天哪 这个攻击力绝了 在拿下双杀之后 我们又来到了中路 莫子又轰了我一下 我顿时恶向胆边声 怒从亲头起 开启了狂暴 我就扎入了对面的团战当中 此时对面有五个人 我在团战的中央 疯狂的释放着普通攻击 三下五出二 我们竟然四连超凡了 兄弟们 我们的每一下攻击 现在都是暴击 这个暴击几率真的是超级高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的眼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对面有三个肉的情况下 我们竟然自杀了 此时我越发的好奇 我们这一套出装和名闻下的后裔 到后期神装以后究竟有多强了 你们看 现在我们打牛魔 简直脆的和纸一样 这个攻速和这个暴击几率简直无敌 终于比赛来到了十一分钟 我们神装了 对面又在中路集结 我们直接跑了过去 三剑就把司马仪给尬了 莫子又轰了我一下 我直接释放大招 此时对面的人员蜂拥而至 我先把莫子给尬了 然后一边移动 开启狂暴 对面向我慢慢靠近 不过他们的血条也慢慢的变空 我的天哪 最后又只剩下了一个大肉堆牛魔 都回到水晶的旁边了 还是被我击杀五连绝世 兄弟们 我的天哪 回头一看 我们的血量还剩大半格 简直无敌 水晶再给他拆了 这局比赛不就到此结束了吗 下面我就来评价一下 这套出装和名玩 攻击力 暴击几率 都能成为优秀出装